搜水油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么现在传出了维利清香油香猪油和正义香猪油都使用了黑心的搜水油 很多民众误以为说这三款油呢 就是维利炸酱面的维利食品公司所制造 这让维利公司真的是伤透了脑筋 紧急澄清强调他们早在20年前就已经把维利的油品全部卖给了正义公司 现在两家公司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们也没有生产任何的油品 而炸酱面的油包通通都是从剧本进口 知名的维利清香油维利香猪油还有正义香猪油 又被发现一次掺入饲料用油 让已经逐渐皮黑心油事件再起波澜 还有民众一听到维利清香油 以为是做泡面的维利公司出问题了 你觉得是不是同一家公司 同一家 应该是相关企业吧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感觉 应该是说它是同样的名字吧 受到同名的影响 未在彰化的维利食品公司紧急跳出来澄清 强调公司20年前就把维利清香油的品牌卖给正义公司 维利现在没有生产任何油品 那我们没有这个食用油的工厂 也没有生产食用油 我们都是进口的 以前是用日本 那现在也增加用西班牙的 维利表示 公司目前以生产素食面为主 和这次的黑心油事件无关 不过因为多数民众不清楚此维利 非彼为利 也让维利公司为了澄清 忙得不可开交 记得金卫中黄总盈 昭华报导 文字幕提供